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0年12月21日星期一 快过节了 但没办法 还得和大家说说疫情 这几天的疫情 它又闹腾大 昨天英国的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 伦敦及英格兰的东南地区从12月20号凌晨开始进入到四级封锁 这四级大概是个什么状态呢 整个被定为四级的区域 里边的人不得进出 人只能在家里待着 你是不能到外面去过夜的 像一般的商店 不是卖必需品的这种一般功能的商店 加上那种理发店这种小生意吧 一律关闭 在室外人和人互相碰到 互相说话 但这个聚集不得超过两个人 一句话吧 人们熟悉的封城的那一套是又来了 整个封城的这个行动没有经过议会的批准 没有经过议会的投票 是直接通过英国的紧急法来执行的 这通过这个呢 也足见英国的疫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这个行动将影响超过英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超过2000万人 那为什么会有如此突如其来的封锁行动呢 那是因为一种变异的新冠毒株正在英国是快速的蔓延 英国的卫生部透露 迄今为止 这款变种的新冠病毒已经造成了至少1000个病例 其中大部分都发生在英格兰的东南部地区 而且它的传播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这款变种的病毒现在被命名为 VUI-2020-12-01 这是它的代号 据报道 这个病毒比它的母病毒要再多70%的传染性 我看了鲍里斯·约翰逊这个比较悲壮的这个讲话 你想大过年的说这个 那确实 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当时他讲 作为首相 我有责任做出艰难而又正确的决定 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 我很遗憾取消了几千万人的圣诞假期 但这就是现实 今年的圣诞节 就是这么与众不同 讲到最后 鲍里斯·约翰逊声音也是非常的低沉 应该也能感觉到他的内心也是非常悲痛 和非常伤感 他当时讲 我们牺牲今年的圣诞节和亲人见面的机会 目的是有更好的机会来保护人们的生命 能够让我们在未来的圣诞节和他们见面 他最后讲 我 别无选择 看当时的那个讲话呢 约翰逊把问题讲的是非常严重 特别是到了最后 掏心掏肺 那话说的是非常的真挚 应该说讲的还是蛮感人的 但这件事呢 尽管被约翰逊说的这么严重 万幸的是 经过科学家这两天的紧急的实验 发现这个病毒的新变种 不会影响到现在用的 这主要的三款新冠疫苗的有效性 这也就是说 疫苗是可以抵挡他的 是可以覆盖他的 这个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是 现在关键的是人们能够 能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等到接种疫苗 因为现在呢这个英国的卫生大臣汉考克就在昨天表示 这个新的变种 他已经 失控了 因为接种疫苗它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 人们 等得到等不到啊 所以说现在这是一个 主要的问题 鉴于英国突然出现了超强的变异的病毒 欧洲各国在第一时间 立刻就切断了和英国的航班联系 那你说这病毒突然从哪来的呢 现在人们就开始追 现在人们一直就追到了南非 因为比这个时间早前一段时间 南非的病毒也发生了变异 变异以后呢这个病毒是专门年轻人下手 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迅速发展成重症 应该说也死了不少人 所以大家这么一联系 大家一看就别等着了 那干脆一块把南非的航班也给禁 说到现在呢英国已经有将近14万人接种了疫苗 到明年复活节的时候 很多呢从大陆翻墙出来的朋友呢可能对复活节不太熟悉 咱们给大家找一个参照指标 西方的复活节和中国的清明节几乎差不多是前后的时间 时间应该说是重叠的 也就是到明年的4月初 英国的大数要有2500万人接种疫苗 但英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他那个辉瑞的疫苗马上就要用完了 勉强能够坚持到1月份 之后到3月底之前 辉瑞都不会给英国再提供货了 为什么现在他自己的订单完成起来都很吃力 全世界现在都在抢 那英国怎么办呢 现在就要看那个牛津疫苗能不能被快速的批准上市 他的实验能快点做完得出结论 最后被英国的卫生部批准 目前流露出来的数据牛津的这个疫苗的有效性是70% 比那三款都是90%以上的有效性显得偏低一点 但是他有他的特点 他的副作用小 那现在这个变异的超级病毒来了现在没办法我估计英国别无选择 只能大干快上就用牛津的这个 因为辉瑞的那个他已经基本打光了 说起来这真是黎明前的黑暗 估计这个病毒啊这个瘟神他是有灵性的 知道自己呢末日降临马上就要来了 他也在上演最后的疯狂 尤其是最近这一个一个月可能也是冬天来临的这么一个缘故吧 格外的邪乎 截止到12月20号全球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正式超过了大数 7600万 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全世界有1865万新感染的病例 创下了新感病毒流行 流行以来30天内感染病毒例数的记录 30天内一个单位最近这30天那是格外的厉害 将近2000万人感染 现在欧洲那是病例最多的地区有2160万个病例 接下来是北美1790万 拉丁美洲1450万 亚洲1300万 欧洲就在过去的这四五天里就增加了100万个感染的病例 非常的邪乎 截止到目前呢美国死于疫情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31万 创下了世界记录 美国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第1个死亡总人数超过30万的国家 就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里 美国是每天死于疫情的人数就超过了2500人 有些天超过了3000人 每天就死将近3000人 这应该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儿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 马上就要过节了 疫苗马上就要来了啊 就在最后的时刻眼看天快亮的时候 在最后的时候病倒那真是太冤了 尤其是这几天刚才说的美国一天就躺倒将近3000人 那你说这些人冤不冤 已经看见病毒了最后死了 你说真是冤啊 所以在这儿呢我也希望大家 度过一个平静的圣诞假期 特别是北美和欧洲的朋友 自己就在家呆着吧 也就别热闹了 约翰逊说的是对的 我们牺牲今年的圣诞节和亲人见面的机会 是为了能够我们在未来的圣诞节 能和他们见面 这话话操理不操 在这呢特别要住在英国 在欧洲 在美国和在南非的朋友 要格外的保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坚持熬过挺过这个漫长的 2020年 眼看就剩七八天十来天的时间了 千万别在最后的这几天 倒在这个病毒下 希望大家都格外的珍重 说下一个话题 有大陆的朋友呢最近问吧 因为我前一阵做了一个这方面的节目 这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在问 说大陆呢开始动员要打疫苗了 有一位朋友呢在体制内 我估计就是在医疗系统之内 他还专门咨询了一下 人家明确的就跟他讲 进口的基本你就别指望了 贵也轮不到你 你愿意花钱这事也轮不到你 那都是给权贵阶层准备的 那都是给共产党的干部准备的 那作为普通老百姓 只能就去打国产的了 所以朋友就问 你们在外边得到的信息多 那外边对国产疫苗到底是个什么评价呢 那我们要不要接种这个国产疫苗呢 在这呢跟大家也讲讲我听到的一些新闻 和我看到的一些资料 根据南华早报12月18号的报道 中国首批5000万剂疫苗 计划在明年的1月15号 春运高峰到达之前完成接种 第2批的5000万剂疫苗计划在2月5号之前完成接种 官方现在正在筹备向全国各地 分发这1亿剂疫苗 有国产的吗 这有进口的吗对不起没有 这都是国产的 这次采用的疫苗呢是由国企国药集团 和民企科兴生物 来研发来生产的 因为每个人呢需要打两次 一剂200多块钱 加起来四五百块钱的样子 第1批这5000万剂疫苗呢是优先给医护人员 警察机场和海关人员 公共服务人员 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在春运最防茫的时期啊导致这个病毒出现那种高传染的风险 这个呢因为他每天都要面临和接触人群 首先给这些人 接种 那就像那位朋友讲的 马上马上是1亿剂疫苗就要开始大规模的接种了 大规模的疫苗到来的时刻那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人们对这个国产疫苗的安全性的担忧 现在也就格外的突出起来 行不行啊 因为呢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人们担心呢 中国所谓名号下的这五款疫苗中 还没有一款完成三期实验 获得国家药监部门的最后认可 所以说这个呢我可以跟墙内的朋友们讲 英国的金融时报周四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中国研制的疫苗中有的 连第1阶段动物实验的数据现在都看不到 都没有被公布 就进入了人体的临床实验 文章讲 目前没有一款中国疫苗获得了中国国家药监局的批文 也就是说这个疫苗大规模的接种在法律上它是违法的 而在英国美国德国现在他们投入 不使用的疫苗都是完成了国家和国际的 程序的 都是获得了合法的 批文的也都获得了国际卫生组织的批准 因为在近日已经连续有报道讲 在因为有中国在国外的那些工人 在塞尔维亚的在乌干达的安格拉的等等那些国家吧 都出现了一系列大规模感染的 情况 这些人在出国之前 可都是接种了这个国产 疫苗 另外有朋友跟我讲说马上就要大规模那前五千万剂 那是给刚才说的在一线工作的 接触人群的这些人 那后五千万剂呢 估计就要在大中城市人口密集的这些地区 开始接种 有朋友跟我讲说孩子呢从学校回来说老师们说了啊大概二月份啊一月底二月初就要接种疫苗了 说不打行不行啊学校说了必须打 不打不让你进学校 像类似这样的王道政策 我相信这就没办法你总不能让孩子退学吧哪个学校都是这政策呀 你不打他不让你上学 他不让你上班 这个你就没有选择了 你比如都有那个健康码你不打你那健康码都变不了绿的 或者是怎么样 你最后上哪去你都寸步难行你这不就麻烦了 他拿这个来要挟你 但凡是可以选择的朋友我个人真诚的建议就是不打 我倒不是说中国的什么都不好中国的国产疫苗肯定是不好或者是 质量不行我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首先国家的药监部门他根本就没批准 整个三期实验的结果在国际的医学期刊上根本就看不到 你根本就没有一个科学是科学试验的结果在 所以说这是一个最主要的 原因 但如果实在没办法你比如说我生活在的那个城市周围的疫情比较严重 说庆丰包子铺或者是怎么样啊现在那 遮遮掩掩说有两例能有两例吗大家想 所以说要是处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那打还是不打呢 我在这建议 那就直到您要看到一个标志 什么标志呢 比如说哪天 习近平带头打了 打的是国产的 之后呢各级领导省市各级领导 包括你们单位领导 为了给国人对疫苗有信心 也都拉搂胳膊板袖子带头打了 这时候你再打也不迟 尽管没有国家药监局的批准 尽管没有三期实验的结果 但如果你们身边的领导都打了 那你说怎么办呢 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 你就打吧 那就没辙了 当然有朋友说了那你怎么知道习近平他们打的是什么呢 那这个呢就没办法了 因为在墙内 请问你还有别的验证的办法吗 所以说要我说跟墙内的朋友们讲 如果领导带头 那些党员同志们都带头了 大家都掀起了一个支持国产疫苗的风潮 像现在以色列俄罗斯 人家非常齐心啊 就用我们国产的或者怎么样俄罗斯 那家伙普京自己带头他女儿都带头打 然后各级的政府高官都挪胳膊绑袖子 打疫苗 你为了给国人信心嘛 这个你就没话说了 那你就硬着头皮打吧 但是我相信这一幕 在俄罗斯可以出现 但在中国他是不会出现 美国人呢前一阵面对他那么高质量的疫苗 有效性92% 95%到这个程度 人们还是半信半疑呢 当初呢一周之前只有52%的人表示 愿意接种 后来呢主管这件事的彭斯副总统带头 他先接种了疫苗 另外包括啊像什么小布什 奥巴马这些名人吧 也都打了针了也都打了疫苗了还做了一些现场 直播啊搞了一些视频 据说呢现在点头觉得应该打的人超过了60% 估计美国的下一步呢因为大家看每天将近3000人的死啊 这个受不了 我相信呢美国政府也会想些办法 下一步就会有各种明星要带头示范 你比如说篮球明星詹姆斯啊库里啊 包括那些大的这个演艺明星啊那怎么办呢 因为你打球或者是干嘛你也需要疫苗嘛 正好你给大家直播一下呗对不对啊来鼓励人们来接种疫苗 说到英国的大明星那没别人了那就是女王夫妇老两口了 现在呢女王也明确讲我要带头打 只要我打了当然不至于现场直播了老太太都92 93了那也不至于啊 但是呢表示我只要打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向社会通报 之后呢鲍里斯约翰逊也搞了一个现场直播打疫苗 其他的国家刚才讲了 像普京内塔尼亚胡这些人 都以身作则啊现场直播打疫苗 表示了对自己国家疫苗的信心 表示了他们的支持 那下面呢我们就看看中国吧 中国呢据说在8月份就搞出了疫苗 当时号称 勇夺世界第一 当时和俄罗斯还正呢 但这东西你到底管不管用呢你有没有副作用呢 我还是那句话让领导同志们先打吧 如果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他们要打那你就打 如果看不见他们打那你就最好别打 特别是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要给孩子们打 还是要等一等 一个是等一等那个国家药监部门的批文 整个三期试验的结果在柳叶刀啊自然杂志甭管是什么吧 那种国际期刊上他们公布的这些结果 大家也看看他们的治愈率 有效率 他们的这个副作用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 实在没办法将来呢那就等着花高价来打进口疫苗吧 那就到今年的下半年了 反正能扛一阵就是一阵 看不到领导先打的那个标志我建议你先离这玩儿远点 在这呢最后祝大家有一个平静的节日假期 我建议大家找一本书 听听音乐 过一个平静安详的 圣诞假期吧 在这呢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